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Tony Wong 王伟宜 今天和大家分享第八个动作 八关通 八关通这个动作是仿似壳和龙 壳是这样走法的 将我们的任督耳脈打开 还有龙是这样向上升 将我们的关节慢慢地摇松 所以对我们的血气是特别有帮助 尤其有时上面和下面的血气是不调和的 血虚的朋友这个动作是特别对我们身体有帮助 今天我和Sushi 来示范这个动作 开始是无极装开始 第一个动作是将前额向前面伸延 最记得两个手要松 将前面的任督拉开 去到最低 松了它之后 将后面这个命门打开 慢慢向上拉开 然后你看到我们将胸开胸 收右向前 前额向前面伸延 我们Roll the spine up 我们Roll the spine up 我们Roll the spine up 向前 胸口拉开 胸口拉开 松了它 两个手臂向旁边松开 我们做九次 做完九次之后 我们就反方向 下额不是向前 其实是收 将下额收 接着将八回月的头顶向下 慢慢垂下去 八回向外面 慢慢将我们的督脈拉开 下额收 再一次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下额向下 修 两臂向旁边松开 八回向外面 向上 再来一次 下额向下 将我们的脊骨 慢慢地 拉直 下額收 百会月向下 然后向前拉 做了九次之后 我们将脊椎 脊柱左右摇摆向上拉 最重要是肌肉不要坚硬 想想里面的脊椎 之后就可以收工 现在我叫Sushi 出来示范 You want to do it sideways 前額向前伸展 然后慢慢由下面向上拉开 前額向前面 将任脈开了它 慢慢在后面拉开 将督脈也开了它 好像白颗行路的时候 身体如何将脊柱拉开它 下額向前伸展 然后将下額收 然后向白回向外向上拉 这个时候将督脈打开 所以里面的关节 所以里面的关节 那些穴位 就慢慢开了它 Now you can shake side to side 之后 然后将脊椎慢慢左右摇摆向上拉 然后将脊椎慢慢左右摇摆向上拉 然后一松松下来 将那些塞了的脈 然后打开它 Thank you 今天我们的动作又完成了 下一次我们将会做第九个定步云手 定步云手是一个功法 将我们的颈奴 由脚经过腰经过肩膀 手跟手去到手指尖 跟着一松一紧 可以出众我们的血液运行 和朋友增加他们的整体颈 对积极方面是特别有帮助的 对这方面有兴趣的朋友记住收看